今天咱们来说一个封建迷信害死人的事 在贵州省的芝金县有一个普通的家庭 男主人叫张胜宏 是芝金县城关区阿列公社的秘书 中共预备党员 女主人叫杜玉珍 两个人有九个孩子 九个孩子朋友们 您就知道这事比较早了 这九个孩子除了大儿子成家单过之外 家里还养着八个 日子是紧紧八八 那多少张嘴啊 而在四川省的江金县 有个人呢叫张青红 是贵州眉田地质勘探公司 142队的装卸工 他和妻子尹唐荣 予有一子一女 日子呢也很贫穷 要说这两家人呢 一家在贵州 一家在四川 应该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这两个家庭的男主人 却是师兄弟 加拜把子的兄弟 联系他们的是一个叫 谢显吉的人 这谢显吉啊 可不是凡人 要了亲命了 人什么来头啊 自称是星宿下凡 下凡 普度众生啊 您说 要碰见谁 说自个儿是星宿下凡 这人肯定是从安定医院 跑出来的 可是 不管是七十年代 还是咱们现在 只要有人这么说 他就有人信 你敢说 我就敢信 我可以把全部的家产都给你 追随你 我可以让老婆孩子 都来伺候你 清醒一点吧 朋友们 没有这种事 听完这故事 再碰见这种人 直接给安定医院打电话 就说呀 从1976年开始 20岁的谢显吉 因缘际会 和张胜红 张青红两个人 成为师徒关系之后 有 哲节下交 和两个人呢 拜了靶子 咱们呢 是师徒 同时又是蒙兄弟 而且他不时地说呀 要带两个人 去峨眉山 修仙访道 进而升天成仙 所以张胜红和张青红 经常拿出自己的财产 供奉师父 但是平时呢 三个人 还是以兄弟相称 这种奇怪的关系 持续了三年 进入到1979年的冬天之后 张胜红和张青红 不时地找上谢显吉啊 嚷嚷着 赶紧带我们上峨眉山 修仙访道 我们好坐地飞升啊 大徒弟张胜红说 你老弟许的愿可不能不对线呢 啊 翻过了这个年 我是非走不可了 二徒弟张青红也说 你看看 我把全部家当都带来了 都在这儿呢 开工没有回头见 我再也回不了 看探队了 两位高族的决绝行动 使谢显吉啊 有点哑巴吃黄连 他有点后悔 这当初吹得太大了 说让他们上山修行飞升干什么呀 而且呢 他当时还说 峨眉山上有他的掌教大师兄 多的岁数 三千八百岁了 住在人济罕至的金顶上 有的朋友爬过峨眉山 那金顶买张票就能上去 哪有三千八百岁的高人呢 谢显吉这么说呀 是因为他自个儿都没去过 他不知道金顶是在哪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 所以就觉得这名好听 我掌教大师兄 三千八百岁就在那 早前呢 他用这个行骗 只是想炸点钱财 没想到遇上了 这等痴迷之人 如果不趁早的还愿 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他就心里琢磨 凭自己的心机还有手段 要打发这俩徒弟上天 倒也并非是难事 但是不好办的在哪啊 他们都脱家带口 特别是大徒弟张胜红的女人 杜玉珍 又和自己呢 一块搞过求天文请观音的活动 等他发现自个儿丈夫不见了 肯定会来找啊 无计可施的谢显吉 忽然想起一本曾经读过的《金灵记》 这么一本小说 里边呢 写了一个故事 贵公子刘子英 由于看破红尘 撇下万贯家财 顿入深山 削发为僧 因而感动了高座灵霄的玉皇 结果呀 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 全家老幼都被超度升陷 他就琢磨 我为啥不能如法炮制一番呢 说不定啊 还能捞上最后一家伙 谅小非君子 无独不丈夫 就这么办了 于是乎 农历腊月二十七号 也就是一九八零年的二月十三号 当师徒三个人 在知金城关 他那间小平房里边聚会的时候 谢显吉煞有介事的说 大哥二哥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呀 天大的好消息 前天晚上啊 我和长教大师兄 亲自上天去拜了老祖 这我们俩跪的 这膝头都肿了 才得到了老祖一句话 他老人家说 普度众生是道门的根本 汝徒既然心诚至坚 可以度他们生天成仙吗 说到这 谢显吉又故意把这个 脑门子一皱 忧心忡忡的说 只不过呀 我们师徒三人上天 大嫂二嫂 还这侄儿侄儿们怎么办呢 这老世人张庆红 马上接话茬说 我们当了神仙 将来不也可以超度他们吗 张胜红特干脆 能不能把他们一块带上去 大家就这回一块走吧 谢显吉就说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也是啊 大嫂二嫂 他们都有仙根 我看呢 就这么办 要上天一块走 免得以后你说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的千长挂肚 想见个面 还得请 在一片 大家都上天的欢呼当中啊 一个恶毒的 杀人灭口计划诞生了 他 拢共 分两步 第一步 由张庆红连夜去张胜红家 登门邀请张胜红的老婆 来谢家 由谢指派他去四川 张庆红家 动员他的老婆尹荣堂 跟他们一块 升天成仙 第二步 由谢显吉 协同张胜红处理其家产 并引渡张的八个子女上天 引渡的办法呢 暂定为两种 一种是 纵返体护 怎么说呀 拿刀子捅死 另一种啊 是分身法 拿炸药 给你炸碎咯 杜玉珍 虽然是一个农村妇女 可呢 生就了一张刀子嘴铁石心 平时不怎么得人缘 特别是1956年 他把自己的侄女 虐待致死的公案发生之后啊 被乡林们称为母老虎 但是呢 这女人呢 确实是一个持家的好手 吃苦耐劳 脚勤手快 谢显吉知道 他在张胜红家 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然更明白 自己从张胜红手里 骗来的钱呢 事先都经过这个女人的巅量 对于这样的附道人家 在谢显吉看来 只能扬长 不可皆短 所以一有机会 就免不了要奉承大嫂一番 啊 您瞧您那大嫂 一心向善 礼神敬佛 将来准会肉身成圣啊 听惯了母老虎骂名的杜玉珍 哎呀 好不容易听 有人这么夸他 当然是非常的舒服 从里到外的通透 这回啊 谢显吉为了让他愉快的 接受去四川引渡的任务 更是挖空心思了 说了一大堆的胡话 乍一见面就说 大嫂 我要恭喜你啊 你被观世音菩萨看中了 他要收你做他的大徒弟 他老人家呀 还给我托梦 让我好好的关照你 让你有更多磨练的机会 一旦你功德圆满 就让你领着全家的老小 平地飞升 镇守古佛山呢 看杜玉珍听得专心 谢显吉又说 古佛山知道吗 就是至今城关东门 那座大县石山呢 那是块金不换的宝地呀 不过我告诉你 这话千万不能跟外人讲 就是大哥面前也不能说 天机不可泄露啊 杜玉珍心领神会 连连地说 对对对 不能泄露天机 谢显吉说 大嫂 我请你来啊 是让你去四川 度二嫂 这可是观音菩萨 亲口交代的任务 他说 你和二嫂有缘分 非得你去不可 等过了年 不出破五 你就和二哥一块动身 搞得快点 还可以回至今来 过元宵节 既然是观音菩萨交代的任务 杜玉珍呢 也没什么可说的 赶紧照办 一到大年初四 杜玉珍就和张青红一起 搭上了从至今去贵阳的汽车 当晚 又转乘川前线火车 第二天中午时分 赶到了张青红的老家 四川省江金县 龙门区梁家公社 找到了跟他投缘的尹唐荣 晚上啊 这俩人睡在一块 聊了大半夜 第二天一早 杜玉珍就宣称 佛度有缘人 他已经圆满的完成了观音菩萨 交给他的任务 等杜玉珍一走啊 尹唐荣就跟丈夫说 你们的事啊 大嫂都告诉我了 你还跟我装聋作哑保密呢 张青红脸一红 马上说 哎呀那是师父 你师父也不是个东西 专门让你们骗老婆 张青红赶紧问 那你是愿意不愿意啊 尹唐荣说 这样的好事咋不愿意啊 等这个赶敞天 我就上街把东西卖了 桌椅板凳全都送人得了 反正两个娃娃跟咱们一块走 也不用操心了 尹唐荣啊 真是个急性子 说办就办 当天下午 就忙着扫米缸抹包裹 做好了上街卖粮的准备 当杜玉珍带着谢险吉分派的任务 奔驰于川前道上的时候 在至今 谢险吉呢 也加快了送他们八个子女 升天的步伐 杜玉珍一走 谢险吉就去他们家 和他的丈夫张胜红 安排引渡的细节 并且呢 把他没来得及卖掉的 肥猪 家具 粮食 衣物 全转移到自个儿家里了 正月初六的傍晚 谢险吉准备了匕首 炸药 雷管等等东西 趁着茫茫的夜色 来到张胜红的家里 好容易熬到半夜 谢险吉怕夜长梦多 对张胜红说 大哥 时候不早了 该把娃们 都喊起来上路了 睡得正甜的孩子们 被叫醒了 等他们草草地抹了一把脸 张胜红吹灭了灯 指压一声推开了大门 谢险吉和张胜红 带着八个孩子 沿着一条田间小道 来到一个洞口前 这个石洞啊 就是这起凶杀案的第一座案现场 白羊洞 白羊洞的形状 完全不像它的名字 那么充满了诗情画意 相反 处处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洞口的顶端 倒垂着一排尖尺状的石头 洞里呢 全都是巨石 奇形怪状 里边的通道也非常的复杂 不仅上下重叠 而且插洞非常多 你别说在里边杀人呢 就是杀猪 宰牛 洞外边也别想听见动静 到了洞口 谢险吉让张胜红等着 先领着两个女孩进洞 没多大功夫啊 就用匕首 把这两个女孩 给炸死了 接着 又在洞里 摆好了炸药 雷管 由谢险吉 把剩下的六个孩子 带进去 吩咐他们 围着画有符录的黄表纸 跪成一圈 然后 谢险吉 把炸药引爆 当场炸死两个孩子 另外四个孩子呢 还在哭叫都受伤了 疼得受不了 谢险吉 又挨个 用匕首补刀 惨遭杀害的八个孩子 最大的 十八岁 最小的 只有四岁 我们没法想象 作为孩子父亲的张胜红 一直就在外边等着 他就那么心安理得的 参与了对子女的屠杀 事后啊 他还绘声绘色的 把送孩子们上天的情景 讲给张青红挺 谁能相信 一个曾经是中共预备党员的公社秘书 也竟然这样的愚昧无知 这样的麻木 残忍 谢险吉杀完人之后 立刻离开了白洋洞 和洞口的张胜红一起 心急火燎的赶到四川江津县 当他们俩在初八的中午赶到张青红家的时候 性急的杜玉珍呢 已经在前一天告别了张青红夫妇 回到至今了 谢险吉直冒冷汗 这个母老虎一回到至今 找不到他那一窝儿女 还能不到处去问呢 那不比贴告示还快呀 万一要是惊动了公安 牵着警犬这么一找 那不全漏了 他没好气的向二章说 咱们不是说的清清楚楚 大家都要上天吗 咋能单单的丢下大嫂啊 得赶紧把他追回来呀 你们在这等我 千万不能乱说乱动 泄露了天机呀 经过几天的跋涉劳顿 谢险吉连蒙带骗的 还真把杜玉珍给追回来了 但是这事让他心惊肉跳 一想起来就后怕 在跟二章反复的密伤之后 总算通过了水顿逆尸 招魂升天的引渡办法 谢险吉领着一帮善男信女 沿江查看地情 雾色升天成仙的宝地 几经辗转 由于意见分歧太大 没有选好地方 一行人走走停停 只好来到了岐江县 张青红的后妈 傅清芬家里边赞住 谁知道张青红 竟然向后妈泄露了天机 招来老太太这一顿臭骂 谢险吉唯恐事情败露 赶紧给张青红出点子 让他去哄骗后骂 同时又加快了升天的行动步伐 终于选定了石门滩 把这儿作为凶杀案的第二个作案地点 石门滩位于齐江县城的东北方向 这里呢岩江两岸几乎都是巨石 就像一道石门夹着江水 这儿也特别的偏僻 岩江上下一华里之内 很难找到一户人家 正月十四半夜时分 谢险吉把两对梦想成仙的夫妇 领到了荒僻的江滩 他还吩咐 大哥你去搬两块大石头来 大的要快一点 三点钟南天门就要关上了 来不及了 二哥你带着绳子 你过来量量 看够长不够长啊 说着又把脸掉向杜宇珍和尹唐荣 他说 我小的你们富到人家胆子小 所以呢 还是用招魂升天 用水盾护繁体的办法 招魂法你们懂吗 我一念咒语 一烧福禄 把这魂一招 你们就百事不知 像喝醉了酒一样 晕晕乎乎的就上天了 等张胜宏搬来石头 谢险吉赶紧抖了开一条绳子 先用绳子的中段套上石头 再把绳子的一端 拴住尹唐荣和他背着的六岁小女儿 另一端呢 拴住张青红还有十岁的儿子 并且吩咐张胜宏夫妇也要照样拴好 让他们整整齐齐跪成一排 然后把石头推到盒样上 一多半悬空 小半置于岸上 再用手紧紧的摁住 谢险吉说 等我一招魂 你们的魂一离躯窍 手一松 人呐就随着石头下河了 要说这谢险吉的花招 明白人一看就懂了 但那两对鲜迷心窍的夫妇 浑然不觉 反而啊 满脸喜气 满心虔诚 一个一个贵的溜植 生怕稍有差池 会功亏一篑 失掉了超凡入胜的良机 待诸室安排完毕 谢险吉这才最后一次 郑重其事的吩咐 你们呐 要眼观鼻 鼻观心 目不斜视 我 召魂取了 煞事间 几个人就觉得 背后星火一闪 就听谢险吉喊了一声 一二三 上天 紧接着 几个人呐 扑通扑通扑通 全都倒栽葱 跪着掉下水里去了 只见水花一溅 大地又归附了沉寂 谢险吉满以为啊 这几个男女 全都见阎王爷去了 谁知道 张青红一落水 他猛然就清醒了 那龟儿子不是说他使啥招魂法吗 魂一招我们百事不知啊 可为啥 这掉河里了 这烟得怪难受的 他清楚的记得 谢险吉刚才还在自个儿屁股上啊 使劲踹了一脚 你这不是下毒手吗 这是什么仙家道法呀 他终于醒悟了 什么上天成仙呢 这是要杀人灭口 害死我们全家呀 不行 我不能死 我得爬上去 我要检举这个坏蛋 替我老婆孩子报仇 替大哥大嫂一家报仇 这个事情啊 也有凑巧 拴绳子的时候 这孩子弯着腰爬在背上 本来呢 就很难以拴紧 落水的时候 又是倒栽葱下去的 孩子呢 一出溜 摔出去了 这绳套就松了 张青红的水性还不错 尽管人落了水 心里却明白 赶紧把绳子抹掉 随即呢 又身前身后好一阵摸 可是孩子早就不知道 飘到哪儿去了 他鼻子一酸 在心里头说 孩子 爹对不住你了 也顾不上你了 他把两脚一蹬 双手一震的急滑 浮出水面 谁知道刚一冒头 就见一道亮光闪过 定睛一看 谢险吉没走 正在岸边啊 拿手电筒 一个劲的往河里边照呢 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这时候他也看见张青红了 马上就说 二哥 没咽着你吧 哎呀 我刚才一慌神啊 忘了招你的魂了 没招魂 老祖咋收你啊 你这么着 你回来 我一直在这等你 你游吧 我拉你一把 张青红牙根都痒痒啊 心说都这时候了 你还骗老子呢 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反身朝对岸拼命地游 可是没等他游多远 一个茶碗大的石头 哗叉一声 就砸在了他脑袋附近 紧接着 他身体周围 乒乒乓乓乓地 落下了一阵的石头雨啊 闪着寒光的江面 就像开了锅一样 捡起了一片密密麻麻的水花 但是张青红 还是命不该绝 不出三个小时 他就向岐江县公安局报了案 紧接着 公安部门迅速出击 组成了侦破队伍 并且立即向有关地区 发出了通缉 一定要尽快捉拿主犯 谢险吉 设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 谢险吉 在东躲西藏了二十多天之后 在三月二十六号 投案自首 要说 这两家人死的是 真惨 也真冤啊 一个全家十一口死了十口 只有已经分家的长子幸存 一个全家四口被害了三口 仅张青红死里逃生 这个案件 你说他是仇杀 凶犯和被害者 又是师徒兼兄弟的双链关系 平时好得穿一条裤子 你说他是凶杀 那被害者 又是自觉自愿的引颈带路 绝无挣扎反抗的痕迹 说他是暗杀 谢险吉又一再的表明 他引渡他们的办法 是用炸药炸 拿刀子筒 绳子捆绑 扔下和 你说是谋杀 那和谋者 恰恰又是被害者自己 行骗有数 策划周密 被骗者心甘情愿 浑然不知 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呀 据张青红的证词 他和张胜红结识谢的动机 听说呢 是谢会武功 懂法术 有非凡的本领 因而想找他拜师学艺 其实呢 谢险吉和张青红 张胜红认识的时候 还是一个 没有跨出中学校门的小青年 只是由于家庭的熏染 经常跟一些 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学了点气功啊 杂耍啊 戏法 这些个小玩意儿 没想到 竟然会有人上门求教 他能不高兴吗 最开始的时候 谢险吉的胃口不大 就是想借此捞点小油水 便点吃喝穿戴就得了 他教给二章的手法呢 也无非诸如 拦腰打实 手上砍砖 这些呢 属于是气功 还有口吐黄连 水中捞雾 这些呢 就是戏法了 对外说是幻术 哪知二章迷信思想 特别严重 又学艺心切 见谢交的法 果然一用就灵 就动了痴念了 非要向他学道法 你瞧 为什么要戒除贪嗔痴呢 这谢险吉啊 看他们新城 出的花招也就越来越多 胃口也越来越大 从单纯的片点吃喝 发展到 以此为生财之道 又进一步的 教了他们斩阴 顿术等所谓的道法 搞了求天文 取仙丹 拜御膳 等等一系列的迷信活动 并且因人质疑 因财失教 一旦有机会 就向他们灌输 成佛成仙的毒药 张青红的父亲死得悲惨 经常思念父亲 谢险吉呢 就骗他 你呀 肉眼凡胎 怎识得仙家奥妙啊 你父亲原是天上星宿 他那不是死 是脱雀凡胎 上天成仙去了 现在呀 已经晋升为先天元帅 后天玉皇 你见了面 你都得叫父王 张胜红夫妇 做梦都想成佛成祖 谢险吉呢 就大搞廉价的封赠 时而讲 张胜红是金铜下戒 时而又说呢 杜玉珍是玉女临凡 谢险吉当然也不会忘了吹自个儿 说她呢 是天上星宿 而今降临凡尘 为的是普度众生啊 满嘴的胡说八道 而她施展的小法术 也不外是一些 小魔术小杂耍之类的 花样翻新 有一回 她为了筹答二章 在她盖房子的时候 倾囊相助 非常慷慨的 教了他们俩音斩 什么意思 这种法术啊 其实就是骗术 在于要有人配合 行术者呀 在甲地 画符 斩一个洋玉 拿刀剁个洋玉 配合者呢 就在椅地 砍一个鸡头 当然了 这个丫头 额头都可以 能用刀子砍掉脑袋的 都可以 等张胜红和张青红 到了椅地一看 哎呀 师父在刚才那地方 砍了一个土豆 哎 这就有一个鸡头被斩落 仙术啊 自然就相信了 你这不 这怎么能自然就相信呢 这不就是有个拓吗 在谢显吉的全部片数当中 最唬人的 就是所谓的 求天文 话说 1978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 他向两位高俗说 他接到了老祖的发指 让他立刻回到天庭 今天晚上就走 二张如果有缘 将会亲眼看见他 肉身飞升 到了午夜时分 谢显吉让二张在他家里烧香磕头 替他助导 自己呢 爬到平房顶上 装模作样的倒离这儿的鬼 忽然呢 就呼唤二张 快快快 快出来 老祖派嘉兵 抬着轿子接我来了 你们瞧那半空之中 比放烟花还要漂亮 这二张赶紧从屋里跑出来 瞪着天空紧瞧啊 结果啥也没看见 这时候谢显吉又发话了 那么亮你们看不见 啊 站的地方不对 你们换个地方 站那儿 上后院吧 上后院看去 等他们俩穿堂月户 跑到后院的时候 谢显吉已经跳下平房溜了 他们俩唯一的收获 是在院子当中 捡到了一张飘飘摇摇 坠下来的天文 上面写着 世人都想看神仙 李老君骑牛 有谁见过吗 还帮他还带一问号 二张见此天文恍然大悟 哦 二张啊 从这儿就看破了红尘 一心呢 广积英功 以便一朝功行圆满 就驾反仙乡 成仙得道取了 在张清红自己的证词当中 他秉承谢显吉所谓 捐钱捐物 以及善缘的意志 长期以来 像一个苦行僧似的 节衣缩食 吃饭连菜都舍不得买 从勘探队工地 上知金县城 担城啊 六十里 他经常是 披星待月的步行来去 他们家在农村 上有老 下有小 全靠尹唐荣一个人 挣公分吃饭 几乎年年超支欠款 他很少往家寄钱 自1978年六月 谢显吉发明 捐钱给老祖修古佛山寺庙以来 张清红差不多每个月 都要支持个四五十块钱 这些钱呢 等于他全月工资的 百分之六七十 据张清红粗略估计 仅他们父子俩 被谢显吉骗去的钱物 就得达到一千六百元以上 据谢显吉 大大打了折扣的公认 自1976年 他认识二张以来 从这两家 骗得现金 共一千八百五十五元之多 这笔数字呢 还不包括狐狸皮啊 手表 粮食 大肥猪 木料 等等物资 张胜红的长子 张明华解发 他家被谢显吉 骗得也是非常惨重 一家老小 经常喝糊糊 白面 猪肉 节省出来 都往谢家扛 用血汗 养肥子 这个大大的寄生虫 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物料 轻轻性命 谢险奇 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当谢险奇 被公开处决的消息 传开的时候 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这桩离奇的案件 留下的惨痛教训 值得人们永远的记忆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啊 高校招生诈骗答案 跟我一样 像学博音主持的呀 学新闻采编的呀 学这个传媒的呀 都知道曾经中国 有一所特别牛的学校 叫中国新闻学院 中国新闻学院呢 是由新华社主管的 1986年 正式批准 在北京成立的 1999年呢 是正式停止招生的 2002年的时候 中国新闻学院 正式停办 别看办学时间不长 但是呢 确实培养出了 很多优秀人才 在当时呢 可以说 是新闻界 一等一的高校了 2001年10月12号下午 坐落在北京石井山区的中国新闻学院和新华社河北分社的三个同志 就匆匆来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高新区警察署刑警大队 干嘛呀 报案 说有人假借新华社所属的中国新闻学院的名义 在石家庄私办了中国新闻学院北方分院 并且还在几家报纸刊登了广告 在招生敛财呢 他们的办学地点就在石家庄市高新区 报案的时候呢 他们还随身带了几份报纸 就见报纸的险要位置上啊 都在那写着中国新闻学院北方分院成立 六月中旬该学院举办了挂牌仪式 前来石家庄参加仪式的有 原教育部副部长周某 总院院长吴某 副院长杨某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图某等同志 天津 内蒙古 山西 山东 河北 河南 等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领导同志 也以不同形式表示了祝贺 就这一段新闻让人看着就感觉 嘿 真正规 你看领导都这么重视 此外 还大篇幅的刊登了非常诱人的招生广告 这么明目张胆 假借知名单位名义进行诈骗的活动 在石家庄高新区啊 还是头一回呢 这起案件立即引起了警察署的高度重视 为了做到有备而战 副署长白同凯就秘密派遣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洪东平民警正磊 假扮学生家长 暗访一下这座所谓的啊 北方新闻学院 这个学院呢 在石家庄市高新区天山大街路东一幢三层小楼上 看上去实在是不起眼 但是啊 在面向大街这一侧的这墙壁上 挂着巨幅的北方新闻学院的招牌 还有那种特别大的广告标语 一进大门 一个老头 从这收发室里边就伸出头来 你们找谁啊 郑磊呢 赶紧上去答话 啊 大爷 我有个弟弟想在这上学 我们想打听打听情况 郑磊呢 是北方口音 老头一听 呃 好好好 你们呢 到招生办去吧 他们就进去了 进院子 这么一看呢 院子挺小 一般的大学 你得有食堂吧 你得有体育馆吧 啊 你得有这个澡堂子吧 是吧 可这呢 连个最起码的操场 都没有 院子里边也没几个人 静悄悄的 房子呢 也没几间 这和广告宣传上的说法 可是太不一样了 倒是各个办公室挂着的那牌子呀 啥有其事的 什么招生办啊 哪个是院长办 还有什么教务处等等 唯独就是见不着教室的影子 所有的屋子都成了各种各样办公室了 学生去哪上课去呀 这时候招生办出来一个中年人 你们干什么呀 郑磊呢 赶紧递上一格烟 哦 我有个弟弟 想在这读书 不知道行不行啊 哎呦 是吧 可以可以 欢迎欢迎 又赶紧把郑磊他们让到办公室 抽屉里边拿出来一份招生简章和一叠文件就递上去了 红队和郑磊俩人看了一眼这办公室空空荡荡的 一般情况下高校教职工的办公室啊都得有那种大书柜里边密密麻麻摆满了书啊 像我去我爱人他们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感觉整个办公室里边书柜站的地比人站的地都大 可是到了这个办公室里边四处这么一打量 一本书你也见不着啊 倒挺像个企业家呀包工头啊 哎 这种办公室挺商业化 不过再一看手中的文件吧 倒挺像回事 上面是什么呢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的关于设立中国新闻学院北方分院的通知 还有国家高等学校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代码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审批的中国新闻学院北方分院广告审批手续 以及河北省教育厅针对北方新闻学院下发各地式教育部门的关于认真做好教学工作的通知等等 大家都知道 平时一说什么文件特别重要的都是红头文件 得印着红色的夺目的国徽 还得用这个红色的大字啊 写着这个标题 再看他们那招生简章吧 也挺正规 挺专业的 上面写着教育层次本科专科均有 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录音艺术等七个专业 计划招生280名 学费最高的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每人每年6500块钱 最低的广告学专业4000块钱 这个学费水平在当年2001年的时候那算是高的离谱了呀 一般情况之下啊 你说艺术专业 你的学费是普通专业的两倍啊 或者两倍多一点 这都有可能 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 呃 像广播电视新闻学啊 包括新闻学学费应该是5000左右 我们那时候的学费是1万 这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标准范围 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08年到12年了 这是01年 播主专业一个人一年就6500 太高了 郑磊呢 故意就说 呦 学费这么高啊 我家是农村的 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能不能低点啊 哎呦 这事啊 可以商量啊 不过呢 这只有我们郭延丽院长说了才算 然后就开始介绍他们的学校 如何如何正规 现有教授副教授多少名 新华社中心社的资深高级编辑高级记者啊 经常来这亲自讲课 将来毕业呢 可以获得中国新闻学院颁发的本科学历证书 可以分配到北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新闻单位就业等等等等 说的是天花乱坠唾沫横飞呀 郑磊就又问哎呦 真是厉害啊 那什么时候可以报到啊 这中年人呢 见郑磊他们也没什么怀疑 呃 交200块钱的报名费 然后就可以发录取通知了 听到这儿 大伙知道这摆明都是假的了呀 哪个高校啊 正规的高校 说不看高考成绩 交200块钱报名费 直接给你发录取通知书 我还真见过 我在2008年初的时候 我高三的时候 去参加河北省播音主持艺术联考 先差一岁啊 所谓的播主联考呢 就是全省的所有希望考播音主持专业的人 在高考之前要首先参加一次联考 就是面试 会排出来一个成绩 我们高考完之后 不仅你的高考文化课的分数线要过线 同时你的这个专业成绩也要过线 你才有资格去报考其他的这些播主的院校 我们当时考试呢 是在保定的河北大学 在那考 考完之后一出来呀 我就看那个学校门口啊 两拉六可长的队伍了 得有个二三百米长 都是一张小桌一张小桌的在那摆着 都是写着什么什么学院 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分院 就是招什么广播电视啊 招这个播音主持 我就问过那么一两个 我说怎么样才能上你们学校呢 哦 五十块钱报名费 现在就给你发录取通知书 当时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 一张桌上写着北京大学中法学院 我一看北大 我就去问了问 我说你们这怎么考啊 哦 不用考 我说那专业怎么算啊 一百五十块钱 一百五十块钱就给你录取通知书 我就又问他 我说你们是北大的吗 是啊 我说北京大学没有播音主持专业啊 啊 我们这是合作办学 你看我们叫中法学院 我们前两年在国内 那后两年我们到法国去学 我一听 我就又有疑问了 我们学的是中国普通话版本的播音主持吧 练的也是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 并排北边跑吧 我们播的也是普通话新闻吧 那我去法国学两年中国话去 我有兵啊 我这一说对方啊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我就又跟他们说 我说人前边那两家学校五十块钱 就给发录取通知书 你们这要一百五啊 啊 我们可以便宜啊 啊 你要想报 把你的那个身份证号啊 把你的这个信息留到这一百块钱就行 可见当时这类野鸡学校啊 不是一个两个这类的诈骗不在少数 红队啊 在这听这中年人乌乌扬扬说了一大片之后 他就说了 可以见见你们郭院长吗 我们跟他商量一下学费的事 这个男的呢 犹豫了一会儿 可能是怕到手的生意黄了 哎呦 郭院长啊 经常不在学校 你们呢 可以跟他联系 说着 递上来一张名片 上面印着 河北省新闻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北方新闻学院副院长郭延丽 拿着这名片 就可以顺着根查了 此案涉及很多的知名单位和知名的人士 调查起来啊 并不容易 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先抓人了 很可能就打草惊蛇 于是呢 公安呢 确定了一个思路 集中警力分头调查 缩短时间 证据一足 立刻控制嫌疑人 刑警大队全体民警是紧急行动 有的展开调查 有的打电话询问 有的秘密取证 很快方方面面的信息就反馈回来了 中国新闻学院有关人士一口否定 说我们从来没在石家庄设过什么分院 也从来没有在石家庄委托任何人代为筹建过什么分院 更没有教育部长院长副院长参加这所学校的挂牌仪式 国家高等学校管理局也否认说没给什么北方新闻学院发过代码证书 国家院校的名称里面 无论是国办的还是民办的根本查询不到这所学校就没有 国家教育部高级教育司也没为这个学校发过什么批文 看来啊这里头猫腻可就大了去了 而且办案民警还查到一个消息 这郭严厉很少在学校露面 有人电话找他 他就总是说啊 我现在跟某某省的领导在一块呢 他平时啊遥控着学校的一切 还任命他的妻子刘军为财务处的处长 但是教职工的集资款以及学生的学费 都得由郭严厉或者刘军亲手收缴 其他人根本插不上手 目前来分析的话 这个学校啊 没有任何官方背书 所提供的消息呢 也都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假手续 和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这么一个野鸡甲的大学 又是怎么能够在官方报纸上 发布了那么多的广告呢 和报社之间是不是有所牵连呢 上期节目啊 我们说到了 这个山寨的所谓的北方新闻学院 曾经呢 在某报社刊登过多期广告 那么他们和这报社之间 有没有什么牵连呢 据报社的总编说呀 当时联系广告业务的 就是那个郭延利 他有省新闻事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的工作证 又有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审批表 而且郭延利自称在省委农工部 工作过好多年 说起农工部很多领导的姓名来 就跟多年老朋友似的 让人不能不信 刊登广告的时候 也有正式的合同 合同上有北方新闻学院鲜红色的公章 不过合同上的签名呢 却是该院院长杜某的名章 这个人呢 这总编也没见过 可等到广告刊登之后 收取广告费时 郭延利总是推三阻四的 一天一天的往后拖 一直到最后 也没把这广告费给人全数交上 事后办案民警 还往省委农工部打电话询问 有没有郭延利这么一个人 回答是 不仅现在没有 过去也从来没有过 所以大量的事实证明 这个郭延利就是个十足的骗子 于是警察署的领导研究决定 拘留郭延利 查封北方新闻学院 根据调查 办案民警 也知道了郭延利的全部的资料 这郭延利啊 案发的时候只有30岁 高中文化 是河北省鑾城县南高营乡的农民 1998年 租了十家庄市自强路 省委机关服务楼的一间房 就办公 此后呢 整天的是西装革履 油头粉面的 说起话来呀 也跟领导训话似的 张口闭口 都是省委某某同志 某某领导 不知道的人呢 都以为他是省委机关的一个干部 但具体干什么的 没人知道 而且呢 他在办公室的时候也不多 案发那一段时间 更是白天 行迹不定 晚上才会偷偷的回到办公室 拿点东西就有急匆匆的离开了 为了抓捕他 当年的10月23号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洪东平洪队 还有副教导员曹浩光 以及两名民警 在他出租的房子那守候了整整一个白天 到晚上10点左右 郭炎丽出租屋的那灯光啊 突然亮了 可几分钟又灭了 民警正要冲到楼上 就见一个男的夹着一手包匆匆下楼 一看正是郭炎丽 民警赶紧上去就问他 叫什么呀 我叫张志军 这个人呢 显得挺慌乱的 请您出示身份证 我没带 有没有其他证件证明里的身份呢 没有 说着就看他那个手包啊 在隔着窝底下夹得更紧了 还往后退 这时候民警跟他说 请把你的手包打开 这个男的一听这话 扭头就想溜 被民警一把抓住了 打开手包一检查 里边有中国新闻学院 北方分院等三枚公章 还有一个工作证 姓名是郭炎丽 职务是河北省新闻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照片也就是他自己 郭炎丽 你被指控有诈骗行为 请跟我们走一趟 办案民警是马不停蹄 立刻对郭炎丽的办公地点 以及鸾城老家进行了突击搜查 结果呀 令民警也是大吃一惊 除了郭炎丽随身携带的三枚公章之外 又搜出了河北省信息管理学院等十几枚假公章和大量的假工作证 假毕业证 以及假的国家公文和部分收取学费集资款的单据存根等等 10月25号 郭炎丽被刑事拘留 但是他的妻子刘军 原名叫刘彩云 早就携款逃跑了 咱们来说说这郭炎丽的经历啊 1992年 郭炎丽在河北省鸾城县某高中毕业之后 没考上大学 又不安心在农村过着面朝黄土被朝天的日子 家人呢 就给他在省农村工作杂志社找了个临时工的差事 在这个工作期间 他观察到老百姓对省委干部毕恭毕敬 于是啊 也就用心记下了省委某些部门领导的名字 这些就成了他日后行骗的资本了 几年之后 由于整天的云山雾罩 被这个杂志社呢 就开除了 1998年 郭炎丽打着省人大某干部的旗号 将他妻子刘彩云 安排到了省职汽车服务中心职业学校当临时工 当时郭炎丽啊 自称是省委干部 并且说是刘彩云的表哥 这样就认识了这个学校的校长 申谋 1999年3月 这郭炎丽呢 又到申校长办公室里边聊天 正好有一个朋友 和申校长讲到为孩子安排工作的事 郭炎丽就大包大揽 嗨 小事一桩 这事啊 我可以帮忙 申校长一听很高兴啊 哎呦 那可就请你多费心了 两天之后 郭炎丽又主动找到申谋 我已经和某某领导说好了 七月底就能办成 你写份简历吧 你知道 现在办事得需要一点费用吗 申校长就问 要多少啊 怎么着 也得一万块钱吧 申校长犹豫了一会儿 从柜子里拿出一万现金 应该的 只是啊 我是替朋友垫钱 你给我打个条吧 郭炎丽一看这么厚一打子钞票 爽快的写了一收条 八月份 申校长呢 又跟郭炎丽联系 郭炎丽要么说最近忙 要么说在外地开会回去再说 再后来留下的手机号 就是空号了 申校长再问刘彩云 你哥呢 我也不知道啊 1999年10月份 四处游荡的郭炎丽 不知道怎么就听说办学能赚钱 又动起歪脑筋了 他先是编造了一个 河北省新闻事业发展中心的单位 自命为中心副主任 通过大街墙壁上的办证小广告 给自己办了一个假工作证 同时克制了这个中心 以及下设部门 包括驻京办事处的九枚公章 在这以后呢 在省委后院机关服务楼上租了一间房 做办公室 还伪造了一张户籍在市区的假身份证 随后啊 他又四处咨询办学需要的手续 之后又在大街上 私客了河北信息管理学院等五枚公章 起这个名字 为什么呢 他本来啊 是想搞这个计算机培训啊 可当时教计算机的太多了 而且啊 办这类学校需要大量的电脑设备 他这也没钱往里投资啊 这个计划呢 也就中断了 可是 他没有放弃 2001年2月份 他又通过非法办证人员 私客了中国新闻学院北方分院 北方新闻学院筹备组 以及相关的公章 一共是11枚 随后啊 就四处招募教职员工 他呀 就说我们这学校啊 是中国新闻学院批准的 省新闻事业发展中心 委派我呢 全权筹建 省委省政府领导啊 对我们学校创办情况非常重视 反正就先后通过各种渠道 一共是招收了20来名教职员工 由于他在省委北院的机关服务楼上有办公室 又有新闻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头衔 有时候还自称我是某省长的儿子 所以这一切没有别人怀疑 可那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 那个机关服务楼啊 楼上是面向社会除租的 租金呢 也不贵 你谁愿意租谁租 招来的这些教职员工啊 对他是感恩戴德 有一些呢 就被他任命为学院副院长 或者学院的中层领导 一共招20来人 其中16个人都给安排了领导的职位 可没过多久 有人呢 又质疑了 说哎 怎么咱们学院没有批文手续啊 郭延立一听事啊 这是个大漏洞啊 又赶紧花了400块钱 通过办假证的人 伪造了学院的代码证书 国家教育部的批文 河北省教育厅的文件 和一份学院的广告审批表 然后啊 他就向教职员工们宣布这个好消息 咱们学校啊 国家教育部的批办手续 已经拿下来了 这时候大家所有人的疑虑都没有了 郭延立呢 又趁热打铁 咱们学院啊 以后这未来前景广阔 那我们这有美好的未来 并且说 我们要实现一个目标 我们要设立个人支持学院发展基金 每股呢 5000块钱 不过呀 不是你有钱就能认股啊 学院副职以下 每个人认股一股半 正值每人认够两股 三年之后双倍返还 哎呦呦 这好事 这比存银行强太多了 有人哪就开始东借西凑 一共是筹集了六万五千五百块钱 当然了 都落入了郭延立的腰包 郭延立呢 又感应了学院的信件等必要的办公用品 并且顾忌重演 通过半假证的 为每名教职员工制作了假工作证 之后又亲自炮制了虚假的招生简章 广告内容 以及录取通知书等 和某报社签订了价值13万的广告合同 为了使自己以后能不被起诉 又偷刻了学院副院长杜某的名章 盖在了合同文本的法人位置之上 而且在十来期广告内容里 被他任命的几个副院长 都被登出来照片了 唯独见不到郭延立的名字 和真正的长相 为了骗更多人上钩 他呢又组织学校教职员工 去石家庄 苍州 我的老家廊坊 还有邢台 恒水等地的学校 四处发放招生简章 可该怎么骗学生和家长呢 他呀 先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租了一栋四层小楼 制作了巨幅广告标语和学院招牌 又在一个玻璃厂定做了黑板 从办公设备销售公司 订购了打印机扫描仪 这些价值几万元的租金和物品 全是靠他三寸不烂之蛇骗来的 到案发的时候 到他被捕的时候 是一分钱也没付给人家呀 2001年6月30号 他就假冒杜某的名字 到一个装饰公司 和任老板呢 签订了十张单人床 150张高低床 300张床板 4张奖台 一共价值人民币 38,900元的承揽加工合同 这价可以说是打折价了 任这老板呢 也按照约定的日期 如数的把这些货送到这学校了 可郭炎丽呢 总是以正在贷款为由 推推拉拉的 这钱呢 一直没给人家 一直到了当年十月份之后 王某啊 就开始四处找人打听 想到学校看看货去 可是学校也没了 这一打听才知道 郭炎丽早把他这些东西 卖给收费品的了 当然这是后边的事了 总之当年九月十五号之后 陆陆续续啊 有受骗的学生去报道了 当时郭炎丽呢 总是亲自收取学费 不许别人插手 有多少人来报道呢 一共是十五个学生 最多的收了人 六千八百四十块钱 最少的收了五千二百八十块钱 一共收了六万七千三百块钱 可来报道的学生啊 一进校门就有疑惑了 既然叫中国新闻学院北方分院 怎么不见总院来人呢 怎么学校跟招生简章上说的 差距那么大呢 报道学生怎么那么少呢 怎么见不着几个老师呢 郭炎丽就说了啊 总院的院长呢 今年六月份来过了 现在咱们学校是初创阶段 条件是差了一些 不过已经有二百多名学生报道 老师正在组织他们 在西郊动物园军训呢 学生们也就当真了呀 可直到九月二十六号 还不见有老师 他们呢 只好提前放假 回家欢度国庆节去了 十月九号 郭炎丽煞有其事的 举办了开学典礼 还是说我们学校啊 大有前途啊 你们未来光明璀璨 可那些实际问题啊 他都是闭口不谈 学院教职员工 为什么比学生还多 为什么总部开课 那些新闻摄影 摄像奇才在哪 为什么不见计算机 教室等之类的疑问 很多 郭炎丽 我理你这个呢 理你我就输了 于是啊 有学生就提出来退学 我不上了 退钱 郭炎丽呢 就总是找各种各样借口 什么在省里开会呢 什么陪某副省长 吃饭呢 追得紧了 他只好不知道从哪 请了两个能讲出点新闻工作 道道的老师 给学生上了几堂课 就是没有教材 可这时候很多债主 又追上来了 学生们于是看到 今天呢 有人拉走学校唯一的旧电脑 明天呢 有人拉走桌椅 后天连宿舍高低床 都让收破烂的给拉走了 债主呢 天天是堵在门口 10月22号 郭炎丽突然在二环路上 租了一辆货车 把学生连同行李 就拉到了某邮电学校 安顿妥当之后 他告诫学生 说谁问起来 就说咱们搬到河北师大去了 别告诉别人 咱们现在的地址 防止有人讨债 影响教学秩序 知道吗 临走的时候 还没忘 让每名学生 交三百块钱住宿费呢 从这以后 是音信全无 直到被警察抓获 直至案发 这些学生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郭炎丽 以一千块钱的价格 导给了邮电学校了 那钱哪来的呢 就是变卖了 之前宿舍的那些什么 高低床 床板之类的啊 换来的钱 其实这样的骗局啊 每年都有 每年网络上 包括官方也会公布出很多野籍大学的名单 我原来啊 总是在想 有的学校公然说 我不需要高考成绩 你只要交钱 并且价格还不高 你就能上大学 你就能上本科 甚至我们是某某著名大学的分校 这些骗局啊 这些骗局啊 真的是太粗陋了 怎么会有人相信 他们到底去骗谁呢 后来我跟老家的很多亲戚聊过天 有的亲戚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 我呢总会在那提醒几句 上高中了 得加点紧啊 争取 考个好点的学校 可是有的亲戚就会跟我说 没事 我们这边啊 有人有关系 考多少分都无所谓 只要花个万八千的 就能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今年春节的时候 听一个亲戚说的更离谱的啊 他家孩子呢 学习成绩也不好 后来啊 他就跟我说 说我们打工的那个厂的老板呢 有门路 只要花点钱 就能上好的农业大学 说现在学农业的学校啊 都不需要高考分数了 我是苦口婆心 一顿劝说 最后我这亲戚也是将信将疑 他还是更愿意相信 他们厂的老板啊 我也很无奈 是吧 在这就是提醒我们 所有的学生和家长 好学校 一定是你拿高考的好分数换来的 你只有提高你的学习成绩 多考一些分数 你才能上更好的学校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没有任何的接近可走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点 每年高考完之后 学校一定会发给大家一个小册子 那是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个代码 大家就只要看这上面有的学校 有代码的学校 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报 根据自己的成绩报考 如果这上面没有的 您查都查不出来的 那您千万别信 如果说有某所学校 您实在不知道他底细的情况之下 您可以拨打所在省的教育咨询部门的电话来进行咨询 您千万别直接按照他那广告宣传 给人那招生办打电话啊 现在已经三月份了 对于报考艺术类的同学来说 现在大家呢 应该正是一家一家的啊 如火如荼的 去参加着各个学校的艺考呢 在这也是祝愿大家吧 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对于